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IM 贏人者 Alex MK3 好啦,我們繼續上次還沒說完的終極NTR 今次是不是說HKM的 今次是說這個 繼續說這個 Face Zero的變態後人繼續下去 那為什麼叫我呢? 因為正常的人已經死了 或者走了 是不會有那些叫什麼Weber的存在 剩下的人分別是什麼組合呢? 上次會說的即將可以預告一下 就是Berserker 接著是Saber 最後是金閃閃的 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簡單解決給各位觀眾 他們是什麼人 Berserker是一個不懂說話 但是不斷怒敲 看到Saber會發狂的變態人 是忠神來的 即是變態人 美行者 對,美行者 這個阿民勇達非常厲害 那他老闆是什麼呢? 他老闆是一個想追女兒 但是又不行 他不是追女兒 追人妻 不是,他想追女兒 但是又不出聲 然後女兒變成人妻之後 又覺得自己又不強 然後想NTR的女兒又不行的話 結果跑去玩自殘 叫做死鬼了的 打什麼 屋生 打什麼屋生 打什麼屋生 然後Saber是一個白癡 小妹頭 拿著一把劍 亂拼拯救大不裂癲 大令人亡國的傻婆 傻婆 傻婆 非常之有人氣的平空角色 對 Tay Moon最新的第一部 對 長期擠霸 對 他老闆當然是絕對的天平 但是 愛到 這是唯一聖杯戰爭 完全是狀況外的Servant 狀況外的Servant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狀況 你說Saber Saber 設置好狀況裡面 我都說Servant 我不是說Master 他老闆就是一個 明明在打Tay Moon的遊戲 但是他好像在打EA的Battlefield 拿著槍周圍走的暗殺者 真正的Assassin 人稱魔術師實手 最後一個 就是享樂之上 有賭櫃統之神之稱 再配著天之所 不怕被人爆單車鏈的 金閃閃Archer 三組出場 他Master就是麻辣豆腐 你時辰呢? 時辰去了哪裏 時辰的人 時辰的人 要時刻補充 這三個 都對時辰的錯 應該說他Master有兩個 分別是前半期和後半期 即是前妻 前夫 因了解怡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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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他抹脆 對 這個 被男人背後 同一刀贏 非常優美的 一個 傳統魔法師 然後站在那裏 還說做得好 然後跟著 得二哥走了 對 另外一個是 被棄之無美食之可惜 對人 對人世間沒有任何雜念 沒有任何響樂之心的 只氣均麻薄豆腐 的變態佬 即是尋找到魚魚 變態神父 對 所以凡帝乾要小心一點 又陷入很多醜聞 嚴鋒二例 我們說完這麽簡單的 算是甚麼 搞眼淚淚 跟著正式開始說 第一組出場的是 巴沙卡 黑影打很重的巴沙卡 他不是他根本是黑影的 他有三個寶具 其中一個 那個是噴霧的 寶具是隱藏身份 那個寶具是 好像那個 沒有關係 不是 有三個 是有隱藏自身身份的能力 其中一個是 所以他會在裝甲噴煙 不是他戴面具 這個事 我當然要找尊責人士 簡單 是一個 不畏自己的榮光 是嗎 是 即是他用來隱藏他自己的身份 然後可以用來變身 但是平時 因為他狂化的關係 就用不到 用不著 用不著 用不著變身 用不著變身 常駐可以用來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 所以變成出煙 好像overheat 是啊 但是 我個人覺得 是有些少打得太重 那個下景 沒有一點 對 我覺得他那個角色設計 是幾有型的 對啊 一出場就整個人在 哇 好厲害 像西甲那樣 中世紀沒事的 不是 至少這個巴沙卡 比起下一次的巴沙卡 又想說上 不是 因為 我是我自己的事 不是 下一個巴沙卡 不是 下一個巴沙卡 就是巴沙卡 那你選吧 一個標形大汗很高的 巴沙卡 就是阿拉達 然後另一邊 是一個巴沙卡 就是你 就是你 我沒話說 然後呢 然後一個 羅利 白髮 你選誰 不是 或者 我先說遠一點 第四次的巴沙卡 威過很多次 已經不用說了 但其實第五次的巴沙卡 威過多少次 被人打 他開頭每條 三條勝 他每次都出來 一開球 斬四八 斬到他爆腰 之後又做了些什麼 沒有的啦 之後被人插 被人插 殺了阿茶 殺了阿茶 好啦 講回 他屈命 講回這個巴沙卡 講回第四次的巴沙卡 這個巴沙卡 就有一個很神奇的能力 叫做無窮之無練 這個能力有什麼用呢 即使你受到什麼的精神影響都好 你都可以發揮到你完全的實力 這個 即是精神攻擊對他做不到影響 狂化也對他做不到影響 他自己已經狂化了 這個能力完全就是 唯有令到他成為巴沙卡 而現出來的 即是無事NTR 但這個召喚條件是有一點點分別的嗎 要加一句話 要加一句話 這個召喚條件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他跟Master Master也有一個共通點 即使你的執著根源都是人妻 即使你的執著根源都是人妻 即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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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介紹一下Master 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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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滅族,於是就問Tosaka軟版那邊,借一條小妹回來玩 但那邊又肯,說時辰的部分,時辰沒有地方說 現在先說,時辰有兩個女兒,一個是五大元素,一個是虛無元素 兩個都是很珍貴的屬性 然後呢,鷹和林,林是五大,鷹是虛無 只有一個可以繼承這個魔術回路 然後另一個,正常情況下,就會被魔術協會抓去做標本 寫戲? 是做標本,這就是他們的狀況 這個時候,姦同家就說,給女兒來 但他知道的,但他一開始已經知道 誰一開始就知道 時辰 時辰 時辰,一開始就知道 一開始,他為什麼要生兩個? 沒有問題,因為在小時候,據說是比較 不是,很簡單,你想想,那邊兩兄弟,一個不舉一個早事 這個精力黃食,能生兩個人,阿葵當然要這個 不是啊,我意思是,如果時辰知道她兩個女兒是一個繼承的事 不是,是不知道生出來會那麼好的 這些全部都是生出來做的 隨機,沒有說每個人都可以 如果一個可以,一個不可以,那就選擇一個 不是,他生一個已經知道 其實很簡單一句,時辰有地方發洩她的慾望 沒有關係的,不一定代表她一定要生的 不是,你生了一個IQ240 90年代來 所以生了一個IQ也有230 真的猜不到 有兩個,law of independent assortment,law of segregation 就是,他打算生了一個有才華的,然後一個就是普通人的 那也沒問題 不是,他其實是怕這個想腰折 他是怕這件事,但是最後也很健康 正常的情況應該是讓她大一點,監察一下她 看看有沒有魔術的能力才再生呢 基本上,他們一出生就可以做鑑定,很可愛 是啊,一出生 你猜道具嗎 不是,如果一出生可以鑑定,更加不應該生 所以說,都是時辰的錯 所以說,都是時辰的錯 該死啦 不是,害了她的女兒 結果,間同家就說,借個女兒來 這樣就說,我給你了 反愛還可以啦 爺爺雖然都是一邊在活動,但是一邊真的有魔術傳授給阿櫻 當然啦,難道傳授給神義嗎 神義其實都應該... 神義其實有魔術 神義其實沒有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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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義真的挺拿來的 神義的 神義已經很拿來的 神義,說回眼睛 神義,然後... 神義他... 神義不是本身都沒有魔術迴露 神義他本身也沒有魔術迴露 神義有魔術迴露,有少少少 神義沒有什麼用 神義,然後他就走了 神義再過幾年回來,看到葵 神義又變多人妻,又兩個女兒 神義一個人送給阿櫻 神義 神義擔心口,回去跟阿櫻講授 神義就是認為... 神義沒有重到這個做父親的責任 神義最主要是他 神義但是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阿櫻都已經被人調教 神義應該是被人改造的,魔改造 神義把他由虛無屬性改成水屬性 神義然後就被迫著,找對阿爺談判 神義是怎樣想的呢? 神義是完全不覺得眼爺可以拿到聖杯 神義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懲罰眼爺 神義重點看電影 神義原本沒有想到參加第四次聖杯 神義也認為第四次沒有人可以成功 神義因為沒有人知道聖杯是什麼 神義第三次 神義是為了準備第五次的 神義是為了準備第五次的 神義和神義的結合所生出來的後代 神義的結合所生出來的後代 神義這個時候會有魔術回老 神義等他來三次 神義正常的情況 神義但是他想不到下一次聖杯等十年之後就開始了 神義然後就被迫著找英上陣 神義就是這樣 神義後話 神義後話對我們很多 我們先補充另外一點 我和One Day在幾個星期前 在準備這一集的研究過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恩奸成癮的問題 神義是甚麼呢 就是大家看小說原著就會清楚了 因為你要知道 他飛燒的第一季 他播了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他就說了不同勢力的 Master 那些東西 你看原著也會這樣跳來跳去的 但問題就是 他們是距離聖杯戰爭的一年 那些是短短短短短的資料來的 譬如說 彥鋒 即麻婆豆腐 跟事實跟了三年 然後發現領袖之後一年 聖杯戰爭之前一年就發現領袖 這樣 然後又說 顏夜又不知道 即是阿葵 即是阿葵 年後回來見到阿葵 就嫁進去 跟著呢 阿林和阿櫻又多少歲 那如果你自己又再 只算 屈指一計算 究竟 發生聖杯戰爭那時候 阿櫻和阿林 好像是八歲 不知道是多少歲 但如果阿葵嫁進去沒有那麼多年 即是發生了甚麼事呢 你明白我說甚麼 應該她嫁進去七年 但是我八歲的女兒 即是年份不對 即是年份不對 我們就研究這件事 但發覺好像是剛剛好得了 即是她的 於是就很失望 但都要跟大家解釋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再研究的話 不妨那部小說不然再研究 究竟時辰究竟做過 怎樣衰格的事有沒有做過 沒有時辰 他平時要保持著優雅的態度 這些他應該不會做的 雖然他都六十歲了 六十歲 六十歲 他跟雙夜差不多 應該是雙夜大約十年左右 大哥 你說到雙夜很慘 早時做壞我六十歲的阿爸 好大喔 我記得他年紀是應該挺大 你說雙夜 真是大甚麼我之生 大甚麼我之生 真是很大 好 說回雙夜後面先 就決定由他自己攬回蘇州市上身 就被阿爺魔改了 對 魔改了一整年 才被聖杯成型 有疑似的魔術回路 可以說 即是他把蟲移進身體 當是魔術回路運行 但結果就是因為 魔改的關係 他的生命都不剩下很多 魔改一次就要救命了 很正常 余命三個月 他說是這樣說 但其實魔改成型 其實魔改成型 其實魔改成型 他救了阿英什麼 他救不了 他如果打贏了這場戰爭 他爺爺得到聖杯 那英文就沒用 英文就任由他帶走 無論如何都好 雖然他未必贏 肯定贏 還有 即是買個希望 你犧牲自己買個希望 對 還有 要把他變成Berserker 狂戰士 都是因為阿爺想弄蟲眼爺 所以 所以 你要跟阿爺 你要起召喚 即是眼爺他本身已經 魔力已經不足 然後還要弄個大好魔的東西出來 是不是玩具 即是這麼多的Servant Berserker是最浪費魔力 是最浪費魔力 好食電的一局 好食電 好食電 肉球不滿 那些人 都要沒有魔力 但最適合作弊的 好 好大 是啊 第一場就已經 都 扯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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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亂入 第一場亂入 又好像Wyder 亂入 Lionser 對 Saber Berserker 對 Berserker 但是 他完全沒有戰略 可言 他就衝突 我要攻擊 這樣 看見今次死了 我要殺了他 就是這樣 下夜他密打一句 Colosser 這樣 這個就是他的戰略 簡單一句 他是斬著 慈神 慈神 我覺得那個小說寫 寫得很有這個計算 即是一開始 就等人打到 亂七八糟 接著差不多 七七八八 先放人 先放Berserker 這個基本戰略 但那邊 打到一半的時候 已經忍不住放 下夜他 下夜他 之後就不會被神父玩 你有沒有聽過我剛才的比喻 為何說改得好 他早洩 的 哪裏忍得那麼久 又有斷 然後 Berserker 亂入 戰衍了一場 接劍戰 追著誰 那場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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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也很棒 畫面也很棒 一個屈美術 接著把劍 後手劈回槍 很棒 那個位置 很棒 打架回BGM那場 是啊 動畫那場 最難得的就是 最難得的就是 這場是Berserker 他沒有理性 居然可以接得那麼輕鬆 還扔回去 這就是無窮之無練的力量 他有徒手接劍嗎 是啊 他第一下接兩把 一個屈美術 接著一把劍 這是他的能力 是啊 無窮之無練 令到他可以 捉到一把劍 他差什麼都會變 騎士不捨於徒手 這個就是 令到他可以控制對方的 寶劍的能力 所以他可以接著 然後就扔回去 不是 他任何一邊的寶具 任何一邊的寶具 任何一邊的寶具 他也可以拿來自己用 電燈柱 電燈柱 不是他之前好像不 之後好像 什麼 搶了的 戰鬥機 那些都可以 都可以 簡單一句 他拿到什麼都可以變成寶具 會變成D-RAN 如果是本身有RAN 就跟RAN拿手 這個蝕狼當場淚目了 其實 其實LIDAR應該跟他添 那些B22 BXX 就可以這樣方法拿回 你要哪個車 這個電單車 然後就會有那套 什麼BATTLE 雪二營海戰會出現 航空母艦隊大海怪 有看頭 但是 如果他的根力 不是因為狂化了 而增加了 其實他可能 不會接得這麼輕鬆 所以其實 他狂化是有必要的 沒有狂化 其實反而被打了 接不到 接不到 你也強化一下 不如 狂化33 暴手 狂化33 不知道 破壞這間錄音室好嗎 沒有所謂 你放下錢 哈哈 我說回你 他接得興起之際 遲晨就按住 金閃閃 不要再扔了 你的櫃檔很快沒有 哈哈 你平時有撿櫃檔的 你不要扔所有東西 不要 不要把底牌全出來 叫他收手 切開 但結果遲晨用了一個零走 即浪費 浪費 浪費 就馬上拿了電燈出來 果然是Berserker 一個走完之後 就直接打另一個 所以那些人們叫狂犬 對嗎 不過這個不是阿邊的命令 不是他的命令 他是蘭斯洛特 他是原作騎士 實力最強的一個 然後也是有分背叛死跑 因為他是NTR 這個 王下 王的老婆 沒理由阿蘇王不是女的嗎 有老婆 有老婆 Pekko 另外的GL向遊戲 是十八級的 又最近一次過有船 是推出出來的 又有Saver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試一下 找一找 還以為又有一個 阿蘇王女體化 他見到Saver 就追著他來打 搞了我搶人老婆 終於追著你打 這個之後再說 現在才打 追著來打 但旁邊的單手 英雄救美 他的能力其實是被Lancer 黑死的 他的Saver 那些關系都很亂 就是一把槍 互相黑制 我都說過好像包尖鎚 不是 Saver和Lancer都在打 然後有人打 Saver的時候 Lancer又要幫他 很奇怪 Lancer他騎士到 他只是搶女 然後他就被 沒有結果 沒有結果 他就被Lancer一下 車車車車死了 車死了嗎 車走了 車到重傷 然後 然後 推搶 可以 第一次戰鬥 然後 應該也沒有太多出場 他浪費電 不是 Masker 不夠電 因為3D作畫 需要消費太大 所以要等 慢慢等 但小說還是沒有太多出現 也是這樣 起前半是沒有太多出現 其實他真的是尾行者 平時 不是說什麼 他尾行3 你數一下他 只要出過3次 3次 Masker就追著 Masker追時辰 金小小 Basaka又追著Saver 兩個都是尾行 我們都是追這些 性格相對 性格符合了 但是Basaka好像 海怪也有出過 有啊 他打得出場 就立刻轉轉 因為搶了戰鬥機 因為那時候 剛剛的時辰 就是起半空中 但是 之前沒有出現過嗎 之前 好像有一幕 雙夜出來 救了林 啊 是啊 那個想的無險 但沒有Basaka 沒有 Basaka 是啊 雙夜出來 Masker表現 表現會 放一放蟲 啊 放一放蟲 我顯示了他真的有能力 哈哈 唯一的表現會 他自己一個變態 哈哈 剛剛說回這個 就是他拿飛機和金星星 那段 海戰又不是幫忙打 CASTER的海怪 追著金星星來打的 所以 他作品都寫得不錯 有導彈 有機槍 有啊 有導彈 是啊 但其實 搶飛機的時候 機槍那邊就不夠了 但其實 搶飛機的時候 好一聲 就是 就是 CORPAYASY 哈哈 智慧多元的精彩表現 哈哈 好棒 智慧多元還說過 那就是這樣 如果這裡是超人打怪獸 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是炮灰來的 然後被人打 然後還是被人打 然後還是被人打 好可憐 一個被人吃 一個被人騎腳踏踏飛機 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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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裡面那個人 在他銅化之後 他已經因為承受不了超音速而死了 所以我們以後都是死的 他已經成為寶具 哈哈 那個人已經成為寶具 人形寶具 人棍 不是 那個人 駕駛員和那個飛機 已經是一齊成為寶具 人機合一 人機合一 不知道啊 厲害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好厲害啊 然後今次還坐著什麼 印度飛箭 是啊 那是什麼鬼 印度的 在喝酒 印度什麼都有 核彈都有 哈哈 哈哈 那個什麼 他在喝酒 坐著 那天那天 就吃花生 吃粥都過了 黃金舟 黃金舟 黃金舟未到 哈哈 幾天到尾了 然後就沒有出場 沒有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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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中間是老手人妻 中間是master 不是 老手人妻 真是他們 真是 他們真是 那一段 那一段 應該是時辰已經被搞點 搞了 搞了 然後被 下午 他一直很想堆壞 時辰 然後時辰 是不知不覺 已經被其他人堆壞了 是不是可兵 然後被 神父約他 神父就搞點了 時辰 之後就把時辰 在教堂那邊 然後就約 阿伊 不是 下午 然後 阿伊 你去那邊 你就會得到你的聖杯 然後 他在教堂那邊 整體戲 什麼得到你的聖杯 不是 他在樓上看電影 他在樓上看電影 不是樓上看電影 不是樓上的 簡直是上面那一層 動畫裡面在上面那層 然後 他如願地見到時辰的屍體 然後 跪進來 他想解釋 他不聽他的解釋 對 跟電視TVB的三角度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解釋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解釋 你聽我的解釋 我不聽你的解釋 不是 聽他講 不用捏著人家的頸 你捏著人家的頸 你怎麼聽你的解釋 在結尾就變成捏鏡 這個比較震撼 小船不是這樣寫 小船也是 小船也是 但真的很白點 這裏真的寫得衰 但他那個表現手法 有很多人截圖 那些什麼頂著他的胸口 腳踢在兩隻腳上 那些人被人意識著 被人被人截圖 然後有人說 E-ROR ANIME JANI 有這個角度 即是E-ROR CARLIA 其實他夠力 可以按住AOE嗎 他男人也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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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加上蟲的力量 葵只是一個普通的女性 他沒有受過魔術訓練 他有淫秀加成 還有 還有 可不可以這樣說 硬夜對人妻的執著 對 爆發他的小宇宙 但是那一刻沒有練死 所以還是流了力 所以還是流了力 沒有死嗎 沒有死 他之後有出現 葵 之後有出現 有 你見到他瘋了嗎 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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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人燒過一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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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剛剛看到葵進來想解釋那一瘋 其實你想解釋些什麼呢 是不是你想解釋他 你想解釋他 你想解釋他 你無論如何都是想解釋他 講磨奇 應該表白 表白什麼 就算炎鋒沒有把時辰殺了也好 他 你 硬夜都是要把時辰殺死 是不是 那有什麼好解釋呢 一輩子都沒有把時辰殺死 對 他 一邊巴沙卡在打風箭的時候 他又在一邊被人燒 對 之前被時辰燒的時候 他辛苦了三年 不是幾年 一年 一年所得出的成果就是 連一個火的牆都沖過 然後立刻變成燒豬 不是 不是 他叫了一瘋出來沖 然後就是燈鵝撲火 好厲害 那些蟲被火牆燒散 然後他質問時辰 你為什麼要把鷹送過去 他以為 然後 給對方用時辰怎麼回答 我說什麼 其實 我想這個鷹 同時計成兩個家族的魔術 這樣 是嗎 這個好像不一樣 他好像說 我們想兩位女兒都有優良的繼承 不知道什麼鬼 我不太記得了 他好像已經不回答他了 已經是 廢鬼事實 但我聽到好像說 他已經脫離了魔道 為什麼你還要回答他 是啊 他已經不回答他了 即是 硬要在旁邊 這個 很丟心口地質問他 然後時辰很輕描淡水 你別管你 你傻的 我為什麼傻啊 說話 又淚目了 真的 又頭淚目到尾 但很明顯 以Master的知識 他魔術的才能 完全不夠抽 他有人妻就可以了 他見到人妻有能力加成 我有人妻我最可 他應該要勉強抽個vapor 你應該 你不要這樣自罩啊 我怕他打 誰都輸 以生龍之介也贏 是以生龍之介也贏的 是以Master 他懂得放蟲 以生龍之介不是壞的 是壞的 不是啊 他幾個蟲很壞 哇重啊 龍之介 大老大叫一個 殺人犯 可以把一家大弟弟同時殺死的人 至少都不是守護博雞之力 人都不怕 何況重 所以 Weber 雙夜 龍之介 三次口特 可以競爭最弱Master 沒錯 好明是Weber第一鏡 是食物鏈來的 然後他 我忘記他第幾集之後 做了出場 你說Master 還是Master Master 是二十多集 絕美 Master 雙夜殺了葵他 也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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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跟著就 就說沒殺 他以為殺了 他以為沒殺 那個位置要看小說 在深美妙寫 他以為殺了 然後催眠自己 他沒殺到 冷嘗 補充一點點 其實雙夜被人燒完 一鑊後 是回到雙頭家的 然後 John King-san 給了一條蟲去吃 還有這一條蟲 就說 現在已經吸盡了一年之間 阿英的純潔精緻 柱女的血 基本上那條蟲是破破柱的那條蟲 那是什麼蟲? 蟲,哈根蟲 有什麼用嗎? 可以當是魔力在裡面有流動 簡單一句,就是wrap bull 差不多 什麼?中藥藥材,就叫童子鳥 那這隻是什麼? 柱女蟲 童女鳥 沒問題 而在卡列阿娟呢 在被人返回簡同家之前 他突然發了一個夢 看到Basaka的真面目 有電的嗎? 有,有一點 這個就是他跟Basaka的交流 我們看到Basaka對他捏著他 然後頭盔就突然裂開了 最後出場就是截著Saber 中間有一點的,就是 麻婆叫卡列阿娟 用兩個令就變身 再支持的,這個是叫他去教堂支持的 之後就去打Saber 我先跟他說,叫他滿心歡喜 今天就行了,好消息 我會給聖輩你的,你放心 信神父 得永生 信神父得罪你 咦,你不是那個什麼? 咦,那個是誰? 總之不是信神得罪我便可以 然後就在停車場 停車場 不,你之前還有一個扮 市民開館 用靈袖 用靈袖消耗到一個靈袖 所以令就很萬能 之後再用一個 還有一個非常犯規的 用了令就不要緊 我沒有得罪 我是神父 嘩 我摸機到 最後一場就是在停車場打的 停車場是比較有些突然 也不是奇怪的 沒有,那是Basaka在那裡是 補Saber Saber無論如何都要去 其實這件事沒有過關的意思 是個傀儡 他本來已經是傀儡 一開始信神父就死了 爭取是誰的傀儡 一開始是爺爺的傀儡 之後又轉了什麼 女報 Basaka拿機槍掃射Saber Saber拿車擋住 成功近身後開始互劈 互劈 但是被他兇手入白人 被他發現了他的真面目 因為他支白劍 長度、操勇 可能支白劍捅過他 應該捅過 他有跟Saber Lanser有跟Asr打 我加個劍 還贏了 Lanser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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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那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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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次那麼差 還是什麼 是各個都差 第五屆 剛開始被士郎 駕魚住的時候 更加淒涼 因為Saber的質素 會根據MASR的質素而定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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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那些他跟阿飛 例如線跟阿蠅 就厲害很多 跟鷹的時候就很厲害 跟紫洋斯就很快 然後叫他講真名 之後 Barser真的現了真相給他看 然後真的是Lanser 然後說是開寶具 開寶具就死得人多 主要是眼爺在悲鳴著 他一開寶具就魔力好 其實如果剛剛鷹去族了 鷹都死了 再加速再開Turbo 哎呀 插盡一身襪襪 簡單的就是拖爛衫 然後砍砍砍砍 沒有電了 好一點 即是拖爛衫有屠龍屬性的 其實對Saber有加成的 屠龍啊 對呀 Saber有龍恩子 有龍恩子 有龍恩子 怎樣啊 所以你請你 無編一隻龍出來 寶寶你無編一隻龍出來 寶寶你無編一隻龍出來 這個真的很容易 這個真的很容易像 那一句 升龍升龍是不是有這種 升龍拳 不是我Stay是比較後一點的 總之就 那就是Lanser 那時候就 自己沒有電了 被人打敗了 其實不是Saber打敗他 只不過他沒有電了 那時候Saber都沒有鬥子 就隨意 兩個都在打打 一個很認真地打 一個是Servant在打 一個是Master在打 他不是想打打 他沒有能力 沒事的 那邊是蝙蝠合緊 蝙蝠合緊 蝙蝠合緊 然後沒有電 就被Saber插了一下 然後就推搶 但是當中 還沒消失之前 還在滴 魔力的時候 那時候 Basaka真的有說 一點點 就恢復理性 每次都是這樣的 最後被拘捕到最後 斷斷續續 但這樣調化 我又不覺得 要表Saber 我都問他 有問題 現在是Saber的 他很傻 打Saber打得更狠 打臉 然後 然後 晚晚 還有一點點 雖然 魔力就耗了 但是 他是黑隱蟲 死了 反而 沒事 反而 可以自己活動 然後他去找蝙蝠 變了普通人 然後就掉下去 重蝙蝠 不是他找蝙蝠 然後被人 改完畢 不是他就說 Sakura 我來救你了 然後他就突然間 沒有電 連他人也沒有電 然後就馬上掉下去了 不是老豆接女 不是Sakura 不是Sakura 是推他下去的嗎 沒有 不是推下去 他自己掉下去 他自己掉下去 阿鷹是沒有救他 不是推他下去 我一直以為他推下去 然後說 你不聽阿爺話 你不聽阿爺話 就有這樣 所以就發場了 阿鷹就由開頭 在一個很可愛的後三妹 不是 很可愛的羅莉 變成現在這個 你也看見他的眼睛都黑了 之後怎麼做黑星輝 這個就是虛無的武力 不是 他變成水屬性 水屬性 但他長大後 都很正常阿鷹 表面正常 複黑 基本上正常 好 巴沙卡的組人 又退場 說完了 基本是這樣 這個人妻組合 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看法 對人妻的執著 Lancelot 這組又是跟聖輩 沒有什麼關係 自在參與 自在參與 陪跑組應該是 即是Lancelot 他本身參加這場戰爭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被Saver 我懲罰他 因為他NDR了人 他覺得很內疚 他想來 他是這樣嗎 他追著人家斬 對 就跟Custer一樣 要不你懲罰我 要不我懲罰你 但他完全不是道歉那種態度 他追著人家斬 好像滅口一樣 快斬我啊 快斬我啊 就是 Thank you for your precipitation 哈哈哈哈 不過這組是陪跑的 他其實都厲害的 他能力又黑 閃閃 又黑 Saber 就被LIDAR黑 然後又被Lancel LIDAR 為什麼黑他呢 LIDAR可以開車撞他 那不叫黑啊 寫到明的 設定閘寫給黑聲 是LIDAR來的 這個其實不算是黑 不算 但他也沒有對付方法 沒有吹他不像 他在車上出局 即是他搞的車不行 不是啊 沒有理由啊 他控制了戰鬥機 那這個就是另一種方法 LIDAR 假如跟他打持狗戰的話 就一定是LIDAR贏的 有王之軍勢嘛 不是啊 王之軍勢 只是跟他開車鬥你都已經贏了 因為巴沙卡好一點 走又走不過他 走又走不過他 有開戰鬥機的才能 沒有理由的 戰鬥機不是你經常都有的 你沒有海怪 你從哪裡弄出戰鬥機出來 不是啊 你難道隨時 這是郭泰的戰鬥機 這樣 不會的 他搶了 沒有問題的 那 B22都沒有啦 隨時 一見都飛 你沒有理由 真的叫他Double Knight 這組有比較悲哀一點的 由Master開始悲哀下去 雅夜參加聖杯戰爭的願望 其實他都不是為了拿聖杯 他是為了拿聖杯給他 他為了人妻 都說 其實他們不應該參加聖杯戰爭 都不應該 他為了人妻而去救羅利 很簡單 他救羅利 他找其他方法 參加什麼聖杯戰爭 唉 真的 但他最後還是救不到 不是啊 所以就要他找其他方法 所以基本上 他往往 始於怨為 只是被人打臉 啊 對 他這樣執著 其實還有復仇 這個月一約 他是一個復仇者 即是他人物設定 原設定他是 鬼哭街中的孔陶螺 什麼 孔陶螺 孔陶螺 跟他差了幾分 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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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大反應 紙電掌殺了幾多人 都不用出 紙電掌 紙電掌殺了幾多人 有點重 角色圓形是這樣 之後有什麼變化 就不是 這個 就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你跟我說 李嘉誠的圓形是乞丐 玩我 完全壞掉孔陶螺 這個是他的說法 完全壞掉孔陶螺 是 那 這組人 就 算了 我們平靜 心情主義,我們跟著下一節就回來講其他東西